那五题啦 咋还你我理想 最后是吃到眼约冬菇糖 冬菇糖能能收啊 那只要过后两个步驶 不要加高糖和不要加浓汤吧 浓过理想眼约冬菇糖 一定能达到最低的食品 把冬菇后切带着皮啊 冬菇皮可切的方法 我们第一步啊 淋一下啊 定要在热锅里面烘焙一下 煸煸干 可以使虾壳树更好的出现味 平时我们收到冬菇糖 用糊饼或者开氧 即使我们可以用 品样加上更够 那只一口泥 热锅的牛啊 鞋肉啊 略微的边下啊 把肉的香味积出来啊 我们这个关键点来了啊 一定要加热水啊 我们把切好的冬菇 放到汤里面啊 加盖啊 小火煲二十分钟 一车每户 饮起来的咖啡咖啡 嗯 咖啡牛肉 喂 好吃鸡鸡肉 最后也会用冬瓜 对于冬菇豆腐 比普通的那么多 像一倍的糖比运运 好吃的煲汤来了 哇塞 你看冬菇已经微微的变色了啊 这时候我们关键来了 加入我们的好好的煤香 一斤小火煎 再两三成一两 两斤的雷火煎 一两煎煎煎 在大火 滚2-3分钟就OK了 不需要加脸啦 上海人的冬瓜汤 最关键来了 滴麻油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个小爱心 转发给你们的家人吧 谢谢啦